教会纪念的诸圣人 先从这个日子的历史说起 原本在出去教会的时候 教会所有的圣人都是殉道者 就是为了见证福音被人杀死 就是这部八端的最后一端所说的 为了受迫害的国 那么这些人死了之后 他们受到尊敬 不仅仅是他们的名受到尊敬 连他们的遗体也受到尊敬 可是那个时候 罗马帝国破坏教会 他们没有办法被好好的安葬 只能的遗害散落到各处 于是在大概六七世纪的时候 有一位教宗叫做波尼法学四世 他用了很多辆马车 来专门搜集在罗马附近 殉道的这些圣人的遗害 然后把他们搜集起来 一同安葬在著名的罗马的 现在还存在的万神殿里 这个罗马的万神殿 原来是供奉 是朝拜奥林比亚山上的诸神的 其实就是希腊神话的诸神 可是当基督信仰临到罗马之后 教会觉得这是完全的迷信 因为这些诸神是虚无的 根本不存在 可是怎么样改变他们 就这样改变 把殉道者的遗体 埋葬在万神殿的下面 然后以后 这个地方就不再叫万神殿 而叫做圣母和诸圣训道者的圣堂 一直到今天 如果你去罗马还是这样 这样等于教会就一风一俗 把原来外教人 那个明星的日子 把它提升和改变 变成人恭敬天主 和训道者一起赞颂天主的 庆节 再过几个世纪 福音传到西欧 特别是爱尔兰一带 那里的民间也有个迷信 就是神神鬼鬼 人们总觉得有一种黑暗的东西 或者是死去的人 或者是恶人 或者是种 我们少不得的神秘的力量 好像在危害 于是他们每一年 都要找一个日子 然后在这个日子上 这个日子里 穿上奇怪的衣服 有一些什么南瓜做的灯笼 干什么 他们在晚上点着灯笼 穿着这些像魔鬼一样的衣服 要干 他们要驱鬼 他们要觉得这样 就能够把这些邪恶 不好的东西赶走 可是教会福音传到那里 教会发现这个是迷信 这个是人自己吓自己的 所以教会就把诸圣洁和 就是以往 把他在这个地方来庆祝 好能够提升 改变和盛化这个迷信的日子 以后就没有所谓的屈神赶鬼 因为我们死去的人 假如他们跟天主一起 他们就是圣人 假如他们没有跟天主一起 他们还在走向天主的途中 他们就是炼于灵魂 这就是诸圣相通通的道理 我们圣人和炼于灵魂 在天主内是一个身体 这样就没有迷信 这样你就不要害怕 这样我们不仅不害怕 反而感到很开心 反而感到很高兴 感到很高兴 感到很高兴